有关于居家隔离的部分 真的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守法 因为现在有出现很多无症状感染 那你自己没有症状 你以为你是健康啪啪噪 但是如果说其实你是潜伏的气的话 就会影响到别人 那口罩部分当然我们希望政府 现在不是已经口罩已经有些产线 已经准备要开始生产了 希望说这些产线就位之后呢 口罩之乱可以解决了 刚刚那个学伟哥讲日本 日本现在大家没有什么警觉心 我有朋友到日本去 就发现了日本的大陆观光客一大堆 在那个风景区观光区走来走去 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 重点是那些路客呢 很多都没有戴口罩 那万一他从疫区来 然后他有潜伏期 然后他爬爬噪 那不就影响了日本的很多观光客 所以日本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啊 突然大爆发 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啊 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出现一个老妇人 80岁死了之后才确诊吗 代表说他们现在没有感觉说 武汉肺炎好像有弥漫在日本 我们台湾这边只要你打个喷嚏就怀疑 你是不是从武汉回来 这个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现在像这个日本有一个旅日的一个歌手啊 他就提出来很多很多对日本的怀疑啦 那他也有提到说 为什么日本现在比较对武汉肺炎 对我跟我们台湾的防疫的那种心情有差 因为他们就是要救经济啊 他们害怕说把这防疫的那个成绩提高之后呢 会有很多路客不来 那包括他们也想要维持那个日本的那个奥运嘛 那所以就你就出现你就会看到很多状况啊 当然譬如说他们因为他们是没有还有他们没有经历过SARS嘛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我们看到这次钻石公主号的一些防疫也没有做得非常好 你看有日本后生省的人上去之后也得病了 还有一个消防员他去帮忙处理一些隔离也得病了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歌手他发现很多路客他进到日本的机场 因为机场是防疫的第一线 他们居然呢不需要经过检疫 所以他如果说没有发烧没有咳嗽的话 他就是我也不需要隔离 就可以直接出关 就直接出关 那假设他在潜伏期当中 或者是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不是一样吗 就跟刚我讲那个路客的状况 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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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啪啪照状况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确啦 会还疫情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我我认为这是蛮严重 因为日本跟台湾的来往是非常的密切 很多台湾都很喜欢去日本 那很多日本观光客也喜欢来台湾 所以日本政府的确这段时间应该要稍微谨慎一点 但是呢这个荒霜是没有用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冷静优先 像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是非常的冷静 那他也救了自己 就是有一个在有一个最近 之前人家不是讲说 在武汉肺炎刚爆发的时候呢 全中国大陆只有两个省是没有发生肺炎的 只有西藏跟新疆 后来西藏不是在三天之后有一个确诊案例 结果最近大家发现 哦原来那个西藏的确诊案例 是湖北人耶 原来他是湖北人 那所以为什么湖北人会在西藏确诊呢 原来背后有一个非常冷静 很励志的故事就是呢这个湖北人呢 他在武汉即将在疫情大爆发之前 封城之前呢 他买了一张要飞往西藏的最后一班飞机 然后飞到西藏干嘛呢 因为他怀疑自己可能有被感染 所以呢他就跑去西藏就医 他采取的一种是在商业上叫南海市场 我不在这边跟你们去征医院 我到西藏去 因为西藏势必 那个病人是比较少了 果然那个奏效 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看到 武汉的很多医院 就太多人去看病 甚至于很多人自己 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患了武汉肺炎 可是挤入到医院的状况 可是呢这个武汉人呢 就是到那个西藏这位呢 全西藏呢都在救他一个人 所以呢全西藏医生 好好的治疗他 把他从有咳嗽发烧症状 现在呢他2月9号呢 检测已经是阴性了 再过几天检测还是阴性 所以可以说呢西藏的医生 已经把他痊愈了 而且西藏医生也讲说 我们治病的 不管你从哪里来 即便是武汉来的 我们也把你治好 后来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在慌乱的之中呢 还是要保持人静 所以这个很多人 网友就很推他 就说哇这真的是 湖北中的湖北人 这个简直是人精 这个是楷模啦表帅啦 你即便遇到慌乱 冷静总是可以找到出路啦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讲说 其实这个故事不是这样 那冷静逃出来的有500万人 因为他已经封城之前 那你要跑对地方嘛 你跑到西藏新疆可能还可以 但是如果跑到也是 不过真的不要害了别的地方的人 平良心说 因为第一期死亡案例已经出现 而且他在发病之前 还去跟家人参序 你怎么看这些状况 我们台湾呢 其实一开始 为什么我们说在亚洲各国上面 防疫比较有优势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 人家鸣枪之前 我们就起跑了 因为WHO一开始还在那边 没事啊只是轻微火化 中国做得很好 那有很多国家相信他嘛 像日本他是WHO会员国 他就完全相信WHO 是WHO没有鸣枪之前 日本不起跑啊 但是台湾反正 因为我不是会员国 你管你也管不到我 我一开始就起跑 起跑的第一个 从这个疫区回来的 都要这个14天居家检疫 然后呢 最后我们也是整个亚洲最早开始禁止 这个中国人入境的 就是说你从中国回来 如果你有台湾护照 你可以入境 那没有台湾护照呢 除非你是配偶 否则一概不准 这个提早起跑跟日本就很不一样 因为日本他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禁止中国人入境 到现在还没有 拜托他现在大爆发了耶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其实日本的民众本身 也觉得他的政府反应太慢 可是人家看到日本的 那个社群网站上面 他有这个就有人写了一段 他一开始就引用他们的这个后生劳动省 是管这个卫生的 管防疫的单位的官员的讲话 然后网友在下面写说 这个讲稿跟75年前一模一样 75年前什么 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 就是因为官员很有信心的说 我们一定会成功 现在情况非常的好 但是人民根本不相信 人民觉得你看你又在这个粉丝太平 那日本现在是状况 那台湾不一样 一开始我们提早 还没鸣枪 像我们提早起跑的时候 我们跟时间赛跑比较有效率 对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为什么检验的到 这个白牌 计程车司机案例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提早起跑 所以我们研发出来的筛检技术 相对其他国家是快的 就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钻石公组号 不能3000个人全部都验啊 因为3000个人全部都验下去 搞不好还要十几天啊 隔离期都隔离满了 台湾至少我们在这个保瓶信号 已经做到验128个人 我们只要8小时 这其实是各国最快的 那除了快之外 现在减 所以我们检疫能量扩大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去回溯 过去的病例嘛 这个之所以回溯 是因为当时这个61岁的这个男性 他生病了之后呢 他有去就医 去就医 那医生也觉得这怪怪的 但是因为一开始他规定的检疫 是说你要有旅游史 再加上肺炎才通报 那因为他没有旅游史啊 所以这个医生没有通报 但是刚好因为我们台湾的 这个医疗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完全满载 所以刚好有负压病房可以收他 就算他不完全符合 还是收进负压病房 你要想如果像中国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案例已经很多了 负压病房很吃紧的时候 这个案例他都收不进去 但是因为他在这个2月3号的时候 就收进负压病房 他就不会再传染给别人嘛 就算没有确诊也不会再传染 那这个回溯的动作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余裕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回去看 过去很多新闻事件 我想很多人会看得更清楚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口气 从武汉收900多个人进来 很多人在讲说武汉900多个人进来 又不是每个都确诊 那我们这个负压病房1100床啊 还有500床可以用啊 两三个确诊怎么样就住进去 可是你看到这案例之后 你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 是多吃紧 你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 是多吃紧 这个计言车司机第19例嘛 跟他的弟弟 跟他的兄弟第20例 两个人被发现了之后呢 总共有70个人是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所以这70个人要来做检验 但是检验因为现在全世界还没有发明出 武汉肺炎的快塞 流感有快塞嘛 五分钟都知道你有中没中 但武汉肺炎不是 他要验而且呢不是只有验一次 你要验两次甚至三次是阴性才可以排除 那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大概要两三天 那等的时候这个人要在哪里 在隔离病房里 在隔离房里面 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案例出来之后 有70个人你要占掉70个隔离房 那如果说你900个人回来 然后其中有两三个案例 你是不是有两三百个 可能他密切接触者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鱼育数字上 好像还有500个房啊 但实际上要用掉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的边境控管 再加上提早起跑 可以让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 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回头去捞有没有漏网之余 有些国家根本不捞 像印尼根本不捞啊 印尼说做的检验太贵了 我不检验 既然不检验就不会有确诊嘛 像武汉也是一样啊 因为很多人都说武汉 很多医院里面的病人过世之后 直接移到火葬场去 对那有没有过世之后 他还没有验出来 要再去验不验了 反正我没有验你 你就不是武汉肺炎 你就不会列到我案例里面 听说这比例很高耶 鸵鸟心态嘛 对那台湾现在是因为真的是提早了 而且我们国境抓的够严 才有这个余